12月23号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机构编制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 研究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 动态优化完善我省机构编制有关工作 不断提升机构编制使用效益 省委书记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张国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宁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到全省机构编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落实好党管干部 党管机构编制原则 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确保我省机构编制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强化责任担当 积极主动作为 精准配置资源 推动机构编制资源向发展最吃劲的部位流动 向基层最繁忙的一线倾斜 让机构编制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要创新管理方式 建立健全机构编制动态调整和管理评估机制 切实发挥机构编制资源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 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要强化刚性约束 坚持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 扎实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对机构编制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查处 严肃问责 会议审议了 中共辽宁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工作规则 中共辽宁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的修订意见 指出 省委编办要主动跟进研究全省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加强科学论证 发扬斗争精神 坚持原则 较真碰硬 把住关口 严控总量 一手抓瘦身 一手抓健身 管住用好机构编制资源 确保党中央关于机构编制工作决策部署 在辽宁落实到位 更好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副书记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省领导陆志源 王健出席会议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